跨国卫卡集团席台 这两名罗马尼亚籍的男子 他们拿着卫装成饭店房卡 和贵宾卡的卫造金融卡 在国内各个银行盗领 现金在汇往国外 一个月内已经有十几家的银行受害 盗领超过两百万 夸张的是 两个人还拿着盗领来的钱 流连信义区业店 罗马尼亚籍的男子 在提款机前笑得好开心 因为他手上的卫造金融卡 骗过了ATM 当场领出庞大的现金 两名才二十多岁的罗马尼亚籍男子 一个月让十多家的银行受害 盗领的台币超过两百万元 两名男子才刚从韩国飞到台湾 下一个目标是香港 警方在他们的身上 找到八张未造金融卡 都植入了外国发卡的银行资料 来台湾才短短一个月 盗领巨额赃款 还来不及汇出国外 就被银行看出破绽 很多单位以及金融机关的协助 才能够顺利的侦破 提供相关的资料 给国际刑警组织 请他们来追查 这个在逃的共犯 最夸张的两个人领到钱不走 还流连心意去夜店找煤 出手阔气 高级精品也血拼一堆 不过雕虫小记的骗术 台湾的银行和远景 早就看得一清二楚 记者王慎为台北报道